我要拍女明星再聊天 女明星還會被打劫 女明星 只能表示 今晚我想來點 老公最先來點別人的老公 哈囉大家好 我是 Tyler 今天是我的工作 Vlog 今天呢是受到了 Uber Eats 的邀請 要去參加他們的一場發表會 就是發表新的代言人 所以呢就剛好趁著這次的機會 帶大家看看我平常就是身為 KOL 就是 Tyler 的身份呢 我的工作都在做些什麼 那今天稍微有點不一樣呢 是因為今天就是 你老公在了 因為平常呢我都是自己搭高鐵去台北 我就可以這樣輕輕鬆鬆悠悠在在 因為大家看我現在穿著 就是我的睡衣 我是一個極度不喜歡不舒適的人 所以呢我 你們看我現在還是素顏 但我等一下才會換衣服跟換鞋子 好啦那總之呢就是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今天的工作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吧 我現在已經換好衣服換好妝了 因為呢我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呢 塞車了 所以呢老公現在很擔心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會沒有時間俗話 所以我剛剛呢非常客奈在車上就是 用那個車子的紅鏡子來畫 我本來還想要介紹一個 我的那個秘密武器給你們看 有那個燈的鏡子 它那個鏡子本身上面有燈 然後它只要吃行動店員的店 不管到哪裡去你都會有那個 一個完整的化妝鏡 可是我剛剛本來想要試 就是完整個地方放 我連就是相機要架要錄影的地方 都是放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想說啊算了 就是每次呢 因為我都在外面化妝 我覺得我現在有越來越就是 會克服就是在外化妝的事情 對 whatever 反正呢我們現在就是 老公正在趕路 希望我們不要遲到 因為出席活動遲到 是一個大忌 所以我們就是盡我們所能 老公加油 老公加油 老公好優秀 老公好優秀 我們準時 喔沒有準時 我們提早10分鐘到了 對 然後還來幫我開門 感謝 好那你等一下幫我拿包包好了 我先進去 下雨到下雨 好我們現在要等紅洞 就是我通常呢 到了那個目的地之後呢 我就會跟公司的同事會合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進去活動現場 那我們等一下公司的同事吧 因為一般來講活動都會有dress code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因為好像聽說就是 代言人是會穿花的 所以我們也要跟著穿花襯衫 好我要來省理一下我服裝儀容了 待會見 對 你知道剛剛在路上 然後我找不到這入口 然後聽完有人轉 我問我說太辣嗎 嗨 然後我自己想說 喔是不用做人員 知道是浩放 所以你今天又自己來 我今天對 如果我看過我之前的活動 發現浩放不管去什麼活動 他都自己一個人去 所以你是一個獨臂自助 但你不用拍什麼 就是判線豆子 你好好 沒辦法 沒辦法 他要拍 在這裡偏偏 我把這裡毀掉的證據 看他 我知道為什麼浩哥這麼 這麼 像公司而言 因為你沒有dress code 所有人都是花襯衫 對 就只有浩哥一個人當成黑 他們可能有講 但我沒有被告知 可是你有花襯衫嗎 欸 真的沒有 是吧 你們自己看 他如果戴口罩 是不是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好狂 可是他偷眼睛 這樣子完全看不出來 你是誰 沒有尷尬 因為我每次在他活動 都有很嚴重的尷尬 其實我不太尷尬 就是我可以很自在 你沒有插這個 就是他沒有插這個 我沒有插那個 好專業 一看一眼就幹什麼 等一下再吃 因為我可以很做自己 像這種聚會 我可以躲在 躲在 真的是躲在旁邊 然後專心吃自己 欸時間到了我就走了 來參加活動大家可能覺得很好玩 但其實我們來就是 因為我們來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會 先把工作完成 如果真的要玩再說 其實因為今天這是我第一餐 我到現在還沒有吃 為什麼 因為你剛睡醒 沒有 我剛早上都在忙東西 到現在然後我剛才趕快趕過來 可是為什麼忙不吃東西呢 因為早上就睡回 我會睡到最後一刻 假設說我今天下午1點有事 我就睡到最後一個是12點10分 一起來 然後穿換衣服 我就訂個出門 不行啦 我覺得還是再忙都要吃 要吃要吃 好像不見過 我好像直接說 再忙都要吃 如果沒有放去買 就可以叫Uber Eats 沒有我是認真欸 雖然說今天是Uber Eats的業配 但Uber Eats真的是拯救 忙碌的人類好不好 那不打擾你吃第一餐 那我們叫Henry來了 我從台中來 然後以為我會遲到 結果是你遲到 狼狽還算偷心 有些人精神 你好辛苦喔 我已經大概問了一下 他說我就是先隨心地 好 每次工作的任務都不一樣 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是工作不後 就直接告訴大家說 我們平常出席一個活動 到底都在幹嘛 我們就是要先拍一堆素材 就是什麼照片啊 然後廠商希望你拍到的東西 我們什麼都要拍照 聽說我們等一下會有驚醒 但我們現在不知道驚喜是什麼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個什麼 請勿進入區 拭目以待 對 因為我們也是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代言人是誰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揭曉 Uber Eats的代言人 最新之際 蕭敬騰 吳廣仲 然後林美秀 跟蔡依林 之後 到底最新的代言人會是誰 我們也期待一下 現在是被救援是不是 我現在是 哇 人也很好 果然是 走到哪裡都會有人要救你 欸 話說我有一次 在那個路上看到你的那個 你很像是DM的康伴 Oh my god 然後我就想說 這幹你有點太像我了 我覺得我畫在這邊的裡面 你亂說 我要哭到 除了你說 有的一定會就是帶假髮 變小美 然後就有很多人覺得 太爛了 嗨 嗨 今天這畫面真的很好看欸 因為我跟你講我本人就是 某一年很愛麻生衫 所以我的櫃子裡面剛好一打開 就是一堆麻生衫 哇 變來的 所以這次這樣之後就很漂亮 真的 真的嗎 我覺得非常好看 謝謝 好 那我們去搜老邊了 那我們就把廣告播出來 好 把手機準備好喔 我們影片即將要播放啦 今晚 我想來點 黃品的經典牛小排 配滿蘿蔔菜 老師 喝完了 這個地方是導演想像中 我的房間很夢幻 就是粉紅泡泡的世界 我就是很開心 這是多麼粉紅色的事情啊 我不點日式 其他我都可以點 因為老公不是對的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跟著我們的腳步好不好 天啊 天啊 欸 我的昨天 會不會影響廣告 今天把廣告 場景翻過來 宣傳給大家 天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求大家 有一個星星 來隨便找個座位 隨便找個角落 然後我們要拍一張大合照 一千千 一千 等一下這個區域呢 我會拍一張大家自如的拍攝 好 好 你要一翔 我就是西班 好 好 這一次重點 啊 專裝了吧 我真的害羞 我想一次 我第一次看 就是看你越老那一隻 然後我傳那一隻 立刻傳給我妹 不是 重點是我妹回 我都錯了 好 那我回去再一次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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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1 1 2 1 2 2 就是 那我剛剛一看到蒼蠅頭 我認真有一點想吃 還是公司今天可以 開會吃 可以啊 就叫五分一三 好啊 那我們今天開會 因為我們等一下工作結束之後呢 我們回公司要開會 我本來呢約了人家吃晚餐 結果呢就是 那天Henry突然密我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很奇怪 你問我時間可不可以我回你Ado 可以啦 可以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結束這個工作之後呢 又要自己回去開會 喔 喔 回到公司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開會 那麼在開會前的空檔要幹嘛呢 當然就是要來叫Uber It 經常呢就是活動結束以後 都大概是現在這種八點啊 甚至有時候是九點 那因為大家知道有些餐廳 他們就是大概過了八點多九點 他們就會不營業了 所以附近就沒有東西 所以我才說就是真的 YS & F就是Uber It的發明 真的是造福全人類 尤其造福我們這種 就是做起跟人家不一樣的 沒辦法 我們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而且很多人不理解 所以我們好像很閒 好啦 反正我來幫我下台下文 大家要吃Uber It 要問誰 問我 要問我們的仙女Apple 我才是Uber一道 因為Apple呢 我才會點午餐 晚餐點宵夜 點宵夜 第一天沒點午餐 她有加入會員 就是你付一個金額之後呢 超過兩百你就不用運費 因為我就是一個 要節省時間的人 我連在我們對面都會這樣 連我們都看不下去了 想說我就在那對面 幫你買回來好了 我跑一趟就省了七八十塊 一個便當錢 不是吧 因為我們的那個 時間就是金錢 而且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工作晚間都八點了 對我想吃的可能就不在乎 欸這不是我 啊這是老公的嗎 好啦我要來吃飯 我們等一下吃完飯要來開會 還是按這影片不要忘了 等一下再吃 以上就是我們的那個 每次來工作的行程 其實我還要繼續開會啦 但whatever 反正開會就是 跟大家開會的狀態一模一樣 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這段影片不要忘記 按讚跟分享 我們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要不要吃飯飯 我可以吃飯 簡單不定不吃完 我可以看嗎 好欸我剛吃完 哈哈哈哈 all you really need to do is search within learn